近日以來,Tuftin技術越發被大眾所熟知 大家是否有聽說過Tuftin這個技術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入這項工藝的世界 Tuftin中文翻譯為促容,是源自於俄羅斯的一種技術 在早期是一種用於製作地毯的工藝 目前已逐漸成為年輕一代文青們的休閒娛樂活動了 今天就讓我們來了解,業主們為什麼會紛紛嘗試這一門手藝 大概三四年前,其實在紐約他們很流行電牆 那我們其實在前年就已經開始開這個課程 入門海鄉堆是比較低的,就是它不一樣好擅守 對於一般來講,不是那麼會手作的人 他其實可以在短時間內做到一個作品,然後得到成就感 促容技術目前不僅用於製作地毯,也會用於製作杯墊 毛巾、背包、穿帘等各種類的毛質品 不少年輕民眾就是因為這個有趣的方式而喜歡上這個活動 對於沒接觸過這門工藝的民眾而言,他們會想嘗試嗎? 對,絕對 就是買會,有買啊,買成品啦 會啊,因為我就是做服裝設計 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是一個很興奮的種類 感覺是大家都可以嘗試的東西 Tufting目前在台灣處於日潮期 至於Tufting的熱度能持續多久,又或者說只是一時的熱潮 讓我們來看看大家怎麼說 大概在一年吧,就是到今年年底,或是了不起到明年三月 一年吧,一兩年之類的 就不會斷啦,可是它是,我覺得它的市場沒有那麼大 它就是小眾市場,喜歡的人會特別喜歡 這股熱潮還能持續多久 目前還無法估計,但我們也能重重了解 喜歡藝術的人也將持續自己的熱愛 希望這門手藝可以一直傳承下去 記者,陳曉妹,唱劍雄,台北大同區報導